你小子待在我李云龙手底下 影响到你娶媳妇了 还是影响到你建功立业了 你的酒牌没剩下多少人了 要不然就待在团部吧 按你说 得到团长赏识是好事 但是在李云龙这里 我根本无法全面发展 除非你李云龙愿意给我当妈仔 这样整个独立团长杀的所有小鬼子和汉奸都能包装 但是这显然不可能 团长 多谢您的好意 我觉得还是要出去闯一闯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给您丢人的 好小子 真贪娘的对劳资脾气 说吧 有什么要求 要装备 还是要人 独立团的这点家当 你想要啥自己拿 装备 我根本不缺 系统空间里面有杰克式轻机枪和马克轻重机枪个实体 另外还有一门4要是75毫米山炮 团长 您要是这么说 那我还真想找您要两个人 王成柱和王大魁 王成柱不用说了 神炮兽 王大魁的话 独立团的神枪兽 你小子真贪娘的会挑人 劳资这独立团最会石炮的和最会打枪的 你小子全都要走了 那劳资以后还怎么混 不然还是挑一个走吧 团长 今天我带走一个神炮手一个神枪手 明天我还你石门山炮和20挺轻重机枪怎么样 石门山炮和20挺轻重机枪 换神炮手和神枪手简直血转 只要柱子和大魁多轰几炮 多放几枪 我基本上就转回来了 就像之前那样 炮轰一个板田连队指挥部 就搞来了一大批武器 说起武器 李云龙可就来精神了 他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 行吧 也就是你小子换做是旁人 咱老李都不带搭理他的 柱子和大魁都让你小子带走 但是他娘的要保证全须全尾的回来 还有那石门山炮和20挺轻重机枪的尸尔 记着点别给忘了 放心吧 团长 可现如今的酒牌 略显萧条 加上王成柱和王大魁 再加上我这个牌长 才九个人 首先面临的是招兵 但是现在他们手上的装备略显寒酸 我的系统仓库除了那些重武器 还有九支汤姆迅冲锋枪 不仅便携 而且在战场上 这玩意而可以疯狂连发 堪称对战利器 于是我提前找了一个偏僻的位置 将宝贝拿了出来 这里一共八把汤姆迅冲锋枪 另外每个人配300发子弹 派 派张 您刚才说什么 唐 汤姆迅冲锋枪 还给了这么多子弹 这种冲锋枪类似于机关枪 有效射程大概200米左右 点射的话 一分钟大概可以射击出去40发子弹 要是连射的话 一分钟甚至能够打出去100多发子弹 所以你们每个人手中的300多发子弹 其实也不多 真要是战斗起来 可能几分钟也就打完了 直到了派张 这种重逢墙 我也就在团章的金卫人身上砍倒过 没想到我们也能拥忧 嘿嘿 多谢派张 派张 我 我只会放炮 打枪不是很准 炮会有的 以后不仅仅有迫击炮 还有山炮 榴弹炮 说不定你还能当个炮团团长呢 派张 团章让我们除去肚子罚肝 我们闲得取拿 这对于我而言也是个问题 现在我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前往万家镇 那里有伪军的一个骑兵营 要是能够将骑一口吞掉的话 或许就能以万家镇作为根据地了 虽然我们枪支弹要不少 但是靠着九个人对抗一个营 确实有点异象天开了 但还有第二个选择 黑云寨 他们虽然打架结射 但都是劫富济平 还坚持打鬼子和汉奸 算是一支抗日武装 这表明他们的本质还不算太坏 至于打当家的谢宝庆 本质上就是个墙头草 我的记忆碎片逐渐破裂 这黑云寨最后好像是被李云龙 带着一个营给剿灭了 当时主要是因为黑云寨 有几粒老鼠是暗杀了和尚 这才惹闹了李云龙 正规军一个营就能覆灭黑云寨 说明这黑云寨的实力 应该也不是很强 或许可以置去黑云寨 要是能以黑云寨 作为根据地慢慢扩兵发展的话 倒也不是为一条光明正道 最关键的是 这黑云寨应该还有几百土匪 要是能顺势收编了 我手底下的兵马就直接扩充了 到时候就能将万家镇的 伪军骑兵云一口吞掉 我进行了一番头脑风暴 随即就和酒排 其他战士们商业了一下 去黑云寨 派长 我们哲时要去当土匪吗 不是当土匪 是收编土匪 等收编了黑云寨这几百土匪 以后他们就是我酒排的兵了 派长 这咱们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靠着咱们九个人 收编几百汉匪 派长 虽然俺汉了点 但也不傻呀 事在人为 万一就实现了 就像在几分钟之前 你们能想象到身上 有几百发子弹吗 走 出发 背着汤姆迅冲锋枪 还有三百多发子弹 这负重可不轻松 派长 要是弄高一辆绿扯就好了 派长 前面有十几个伪军骑兵 正在追着我们八路军的两个战士 骑兵 这不是送上门来的战马吗 看来这周边应该就是万家镇了 我手持就8K 脸上露出一丝兴奋 打鬼子打汉奸 平生最爱 马上就能到装备了 我们酒排出来的第一战 打出点威风出来 不要给我节省子弹 我一声令下 随即抬手一枪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伪军骑兵 获得三八大概乘一 子弹50 大洋乘二 已放入系统空间 恭喜宿主及其属下成功击杀伪军骑兵 获得三八大概乘6 中正步枪乘6 各式子弹乘600 大洋乘50 因敌军事成编制队伍 额外奖励 萧炎要一盒 居然还爆出来一盒萧炎样 在这个年代 药品甚至比武器还要珍贵 派长 哪两个优军展示过来了 多谢诸位出手相助 我是八路军二八团团长丁伟 你们是哪部分的 您好丁团长 我叫平盖 是李云龙团长麾下九排排长 我说呢 陆树跟李云龙一样 看你们刚才的火力 我还以为有一个连呢 好家伙 李云龙这小子是发了什么横财 给你们配发清一色的冲锋枪 就连小鬼子也没有这么好的配置 平盖排长 你可以啊 都是我们团长领导友方 你小子 未来大有可期 暂时就此分别 数小时后 我们就排到了黑云寨 派长 千脸科九是兔飞我了 闲在汪汇州 开赖的记 谁 谁在那里 我们是八路军独立团的 找你们大当家的谢宝庆 有要事相商 我们大当家的什么时候 和八路扯上交情了 我去禀报 黑云寨的地势不错 一手难攻 一旦拿下黑云寨 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帝阔军 八路兄弟 我们大当家的有请 我们和这八路 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来我黑云寨 到底要做什么 这鬼子的物资 劳资结果 伪军也结过 就算是进随军的 也结过 但八路的物资 我们可从来没动过 素来也都是客客气气的 还有这个八路军独立团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大哥 这些八路 是不是也想投奔我们黑云寨 想和我们一起过着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日子 既来之则安之 管他是八路还是啥 只要是打鬼子的 都是好汉 老三 你就知道打小鬼子 这舒坦日子不知道过吗 独眼龙一家老小 都是被小鬼子给迫害了 身手不错 抗日之心浓郁 可这二当家山猫子 可不是个东西 此刻我和我的兄弟进来了 在门口的时候 他们还想象我们的枪 被我用冲锋枪兑回去了 此刻我们全副武装 你们八路什么意思 想要和我们黑云寨开战吗 没什么意思 过来拜拜码头罢了 但要将我们的吃饭家伙给夺走 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几位也不希望枪支走火吧 我们虽然没几个人 但我们都是自动火器 这么短的距离 完全可以将这个议事厅打成筛子 你找死 就凭你们几个人还敢放肆 兄弟们给劳资上 别闹了 老二退下 黑云寨打当家写宝庆发话了 我的心里也有点慌 但凡冲突升级时的走了火 他就要手当其冲被干掉了 几位八路兄弟既然不想泄武器 就随便吧 我们黑云寨那也是抗日的队伍 可从来没做过对不住你们八路的事情 不知道几位过来到底要做什么 我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九排排长 我叫平盖 奉我们团长李云龙之命前来收编黑云寨 希望黑云寨能够成为我独立团的抗日武装 在这一片 提李云龙这三个字就好使 收编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怎么敢的 墙头草屑宝庆 虽然心中不乐意 也不能直接闹翻了脸 一个眼色直接递送给二当家山猫子 妈的 什么收编不收编的 我们黑云寨风里来火里去 这舒坦日子过习惯了 不想去你们八路那里受那些鸟气 你们这群土匪固然打鬼子打罕奸 但据我所知 坏事也没少干 今天若是归顺独立团 一起举起抗日大旗 一切都好说 否则今天直接就秃吐了 我和李云龙团长已经说好了 只要这里响了枪 他的两个营兵力立马就可以攻上山来 大当家的 我竟你也打过鬼子 杀过汉奸 是条汉子 所以才想着过来和你盘盘道 千万别不识抬句 李团长的名字我听过 在这片是想当当的汉子 让劳资去入伙 得让你们李云龙团长亲口和我说 只要是打鬼子 我独眼龙愿意一干到底 但是你 一个排长还不够格 你没有资格让我们团长来 我就足够了 你他娘的说什么 你看不起我独眼龙 劳资要和你决斗 被人瞧不起 这不能忍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趁机开出加码 决斗可以 要是你输了 当如何 劳资要是输了 以后劳资这条命就是你的 你让我独眼龙干啥我就干啥 但你要是输了 给劳资磕头认错 还要将李云龙团长给劳资叫过来 我要亲自和他谈 成交 拉拢到独眼龙 收编黑云寨就算成了一半了 大当家的 三当家所说的这些 大当家认可吗 谢宝庆对老三的战斗力 还是很有自信的 没问题 只要你能在决斗中赢了老三 收编的事都好说 可要是赢不了 呵呵 那就不能怪我们 黑云寨不讲道义了 到时候按照道上的规矩 都会少不了 都得少条胳膊下山 而且以后不能来找 我们黑云寨的麻烦 对了 平盖排长 既然在我黑云寨比试 那比什么 可得有我们黑云寨地 我独眼龙除了李云龙 独立团的人还没怕过谁 既然都是刀口上填写的 李排长三局两胜 第一场咱耍耍大刀 排长 哪杜烟愣看起来不是个闪叉 刷大刀恐怕 嘴嚎还是逼贫强发 这是您呛响 没事 我心里有数 排长 要是不怼紧 您就招呼我们一声 我们墙的抱线都打开了 碎事赶抖 你这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知道不是吃大刀的主 要不然这一场你认输吧 我也不想伤了你 输不输的 打不才知道 记住你的承诺就行了 比完了 你就是我的兵了 你掀出刀 省得说我独眼龙 欺负你个瓜麻子 劳资成名的时候 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懒得多说一句 手持大砍刀直接扑了过去 我之前猪杀鬼子中左的时候 爆出了一个刀数精通技能书 跟枪械精通一样 学习之后 刀数已经是顶尖水准 他将三当家的打伤了 上去干死他 滚 愿赌服输 谁他妈的上来 就是给劳资添赌 你排长刀数精湛 这一场我独眼龙输了 下一场我同你比试枪法 这老三平日里不是厉害的很吗 今天遇到这巴鹿 怎么就他娘的变成病猫了 这小子要是真赢了老三 难不成我们黑云寨 还真要被这裙八路给收编了 那到时候还有个锤子的意思 别说了 三局两胜 还有机会 老三的枪法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局肯定能赢 比试枪法倒也简单 击中前面三百米的酒坛就算赢 李排长 我先献丑了 将酒坛再往外移动五百米 打这种死物太近了没什么意思 独眼龙本来略显得色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他感觉这是对自己的侮辱 再往外移动五百米 那就是八百米了 八百米外 这酒坛看起来就是一个鸡蛋 你能打中 别装得太过了 酒吧可以狙击步枪的有效射程就是八百米 打电话肯定收到前来 装不装的 我也得打过才知道吗 咦 移动五百米 呵呵 李排长 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 要是没打中 可别怪我们黑云寨欺负人 大当家 这 这不公平 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李排长远来是客 客人的要求 我们怎么能拒绝呢 去 去将酒坛放在八百米之外的地方 让李排长大显身熟 大当家的 我 老三 这小子自己找虐 你干嘛 要阻拦啊 呵呵 看这小子待会儿脸被扇肿的样子 这个时候酒坛在八百米外已经摆好了 得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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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动枪栓 瞄准 打肿了 打肿了 窝的钱 太上的墙发 太好了 王大葵在独立团也是神枪手 看到我的表现 现在显然已经成了我的小迷地 你这枪法真贪娘的准 我 我输了 我独眼龙既不如人 老三 怎么就输了 李排长全中 你也全中啊 这一局应该是平局 大当家的 你这样说 完全就是在骚我呢 我独眼龙虽然不是啥大人物 但是也知道愿赌服输才是大丈夫 你说的这狗屁逻辑 我不认 李排长 三局两胜 你现在已经赢了两场了 以后你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你这能力 要是打小鬼子 肯定一打一个准 窝门派张当时在斩枪上一枪击击压斩 瞬间赶掉了一个龟子打桌 两个龟子种桌 直接砸掉了班舰练队的知回骨 杜猿弄兄弟 向打龟子跟着窝门派张 绝对没错 班舰连队 那个鬼子 王牌中的王牌 我的老天鹅呀 居然是李排长您端掉的 枪 我独眼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妈的连一个少佐都没杀过 李排长你居然连大佐都干掉过 李排长能跟着你打鬼子 是我独眼龙的荣幸 以后有啥打鬼子的活儿 您尽管指使 嘿嘿嘿 能与独眼龙兄弟并肩作战 我也很高兴 只要是打鬼子的 都是兄弟 欢迎加入我们酒排 大当家的我比试输了 按照约定 咱们就都加入到李排长的队伍中去吧 咱们聚集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打鬼子吗 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了李排长这样的英雄好伴 咱可不能错过了 神 什么锤子 这 这 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 我得为弟兄们着想 弟兄们都散漫惯了 受不了八路那边的规矩 再说了 要是投了八路 咱们可能就要离开黑云寨了 这抛家舍业的 也不太好 咱们黑云寨建立起来太不容易了 大当家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独立团现在执行的是化整为零的战略 从现在开始 我们酒排就要常态化的驻扎在黑云寨了 大当家的不必有过多的顾虑才是 黑云寨这么好的风水宝地 一手难攻 这作为根据地 格外完美 三当家 谢大当家怎么想的 我不管 你我之间既有赌约在 你现在可就是我的人了 我直截了当地跟独眼龙挑明了关系 先拉拢这个抗日之心浓郁的三当家独眼龙很是关键 这样我们酒排在黑云寨就算是扎根了 这是当然 兄弟们 你们很多都是跟着我独眼龙一起从尸山邪海中杀出来的 今天我独眼龙要投奔李牌掌打鬼子 信得过我独眼龙的 就跟我一起 我独眼龙的